娱乐第一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第一眼 大S和汪小飞是在2010年登记结婚 11年的婚姻生活中 两个人先后育有一女一子 在很多人看来 尽管两个人有时分隔两地 但他们感情还是蛮好的 当初呢 大S冒着高龄产妇的危险 为汪小飞生下孩子 即便是两个孩子现在长大 却依旧是汪小飞平日里 从来不舍得离口的老婆 汪小飞和大S上过综艺也不少 不管是两个人一起出演 还是各自参加一些节目 都从来不吝啬在人前 表达对另一半的感情 比如呢 大S曾经就在幸福三重奏里面 放过一句名言 自己从来不剥虾 剥虾的是男人的工作 可见汪小飞对她也是极尽宠爱 本来以为这两个人 也就这么相亲相爱 直到天荒地老了 没想到这两天 网络上却惊传大S和王小飞离婚了 台媒爆料 大S打算和汪小飞办离婚手续 但是汪小飞回应不知情 难道汪小飞被单方面离婚了吗 网友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台湾的媒体呢 表示大S宣布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而对汪小飞在微博上 放飞自我的言行不予置评 一直被爆料和丈夫的感情不合 遭受家暴的是小S 如今的大S也传出了婚便 让人着实的大吃一惊 大S的经纪人立马出来帮大S圆场 她表示这只是大S的气话 夫妻之间吵架很正常 大S的妈妈也表示啊 大S只是在气头上 她会劝一下女儿 因为女儿和女婿啊 都放不下自己的孩子 忍一忍日子还得过呀 一个人子暴露了两个人的婚姻 其实呢已经风雨飘摇 汪小飞的妈妈张兰就剖显淡定 她还蹭了这波热度 在直播平台上卖起了粽子 心可真大呀 在直播间呢 张兰反复的强调谣言止于智者 她对自家的儿子也非常的自信 对着镜头猛夸儿子 但直播带货不到半小时 就疑似王小飞的敲门声传来 制止张兰直播别说行吗 张兰为了能够不被打扰继续直播 只好回复我没说你 制作人柴志平的一向 和王小飞夫妇走得很近 对两个人的动态呢 了如指掌 如今她也爆料 从大S那里得到的回应是 是真的要离婚 但是我很好 其实大S和王小飞传出婚变 早就是命中注定了 事情的导火索 来源于王小飞在微博上吐槽 吐槽疫情期间 家人得不到健康的保障 转而没有炫耀自己开业 签约了十家的店 而在台湾的生意一片惨淡 王小飞冲动之下 任由自己的情绪肆虐 虽然说是大实话 但是呢 这让还在台北的大S里外不是人 严见事情闹大 王小飞也在微博上道歉 原因是实在担心家人 但这已经不是王小飞第一次 控制不住情绪 早在之前 她甚至胡言乱语 没有界限感的行为 让人替大S名不平 后来呢 王小飞又站出来道歉 并表示自己因为隔离太久 喝了点酒 就开始放飞自我 大S想和王小飞离婚的 其实是早有有迹可循了 有一次王小飞在酒后吐真言 甚至对女主播的口吐方言 王小飞多次出现在热搜之上 结是因为负面的新闻 要么是财务危机 要么是酒后失去控制 大S为什么会选择嫁给王小飞 一直是人们好奇的话题 大S曾经和蓝振龙的交往过 分手后蓝振龙的和他撕破脸皮 控诉大S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仙女 大S后来呢 和周一鸣交往过 周一鸣也受不了 大S动不动就发脾气 他甚至上节目吐槽 大S的控制与太强 导致分手 让他对女人产生了阴影 大S的典型的时代的独立女性 努力的提升自己照顾妹妹认真搞钱 但他又累的时候 恰好的汪小飞出现了 当年的汪小飞风头正盛 是无数女人想要高攀的豪门 是风头正进的京城四少之一 才认识20天 只见了三次面 大S就活速和汪小飞步入婚姻的殿堂 但彼此还没有磨好好 聚少离多 赶金产生裂缝 结婚后呢 大S不肯去北京发展 因为她的人脉多数在台湾 而汪小飞也舍不得在北京的产业 两个人长时间的分隔两地 两个人便是聚少离多 渐渐的感情难免生疏 网友甚至预言容易出现问题 在教育问题上呢 大S和汪小飞也是各持己见 就孩子在哪上学的问题 两个人曾经吵了很久 最后汪小飞不得不做出让步 儿子曾经因为害怕而哭泣 大S觉得男孩可以偶尔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北京的大老爷们汪小飞认为 男孩子要顶天立地不可以哭 但北京大老爷们汪小飞认为 男孩子要顶天立地不可以哭 让大S气得直喊闭嘴 因为地域的差异呢 汪小飞和大S还因为如何切西瓜 炒国家 汪小飞坚持顺着纹路切 不能切成大片 既干脆又好看 而说一波二的大S 非要从中间横切一刀 再切成小片 这样容易啃 最后还是汪小飞妥协了 一场争端的得以平息 针对粽子是咸还是甜 两个人也可以因此产生微词 闹得泡补愉快 大S曾经在一个月狂减10公斤 只为了回到娱乐圈做准备 被网友吐槽 汪小飞成了软饭男 靠大S养家 而汪小飞呢 也在微博上澄清自己 自己养家挣钱还是在北京 老婆的事业也是大事业 汪小飞是个急性子 而大S的脾气也比较急躁 曾经汪小飞问他 今天你上秤了吗 大S就直接发火 表示如果你把我弄火了 你就惨了 威胁意味十足 在节目中呢 汪小飞曾经把大S惹火 大S直接扔拖鞋 后来呢 大S在短短的时间内受了10斤 汪小飞又开始心疼了 要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 大S却逞强地表示 自己根本没有事 你不是让我上衬吗 你就是嫌我肥 我就减肥怎么了 汪小飞和大S在相处的过程中呢 也渐渐摸透了他的脾气 能忍就忍 能哄就哄 要知道汪小飞的脾气 曾经活抱到 能和张与其虎杀耳光 如今为了爱情 愿意一再妥协 也是实属不易 小S曾经这样吐槽大S 在大S身边的人呢 都会有一种半鲸如半虎的感觉 小S曾经因为拿了姐姐杯子喝水 就让有洁癖的大S怒不可遏 不仅如此 大S还被贴上了作女的标签 王小飞去上厕所 他指责对她说 你跑去哪里了 怎么没有跟我说一声 大S还曾反问问王小飞 你有没有很后悔 娶了我 一个拨瞎论 更是让大S被骂超级不懂事 而王小飞呢 实力护妻 她老公愿意给她拨瞎 怎么了 生了俩健康的宝贝 走了一趟鬼门关 还不能让老公拨瞎了吗 大S曾经是一个不婚不育的爱美之人 为了保持只骗人的形象 不肯吃肉 连秀发都不肯让人摸 如今呢 为爱情减去了秀发 疯狂吃肉 生下了健康的一儿一女 怀三胎的时候还坚持工作 后来癫痫症发作 晕倒后紧急送往医院 在医生的建议下 不得不终止怀孕 大S从鬼门关走过三遭 结婚后的大S呢 过起了安心相夫教子的日子 后来婆婆的翘江南的老板呢 张岚的生意呢陷入了危机 王小飞也被嘲讽为假豪门 导致大S不得不重新复出 大S的自律和努力 让王小飞曾经一度很内疚 表示自己把老婆耽误了 王小飞懂得感恩 她希望大家理解大S 因为她生了两个孩子 付出了很多很多 还要做家务带孩子等等 他们也曾是模范夫妻 在琐碎的日子里相互扶持 偶尔秀一把恩爱 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如今的离婚传闻 让人唧嘘不已 但是幸福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在一天的爱情 也掺杂着一些许的玻璃渣 就像网上说的那样 在恩爱的夫妻一生中 都有一百次想离婚的念头 和五十次想掐死对方冲动 不知道这次王小飞 猛贵搓一板 能否挽回大一次的心呢 好了 今天的娱乐第一眼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明天见